你會感覺到你變成其實往下伸張的速度很快 動 往下伸張的速度 欸 低速壓側感受到才會是高速的壓側 醬 低速壓側感受到才會是高速壓側 那伸壓側阻尼是怎麼樣去干涉呢 簡單來說呢就是 Hi 歡迎回到一起改車區 好 今天呢我們又要來講 避震器啦 這部影片就是要來教大家如何成為 避震器調整大師 好 因為這部影片要講的東西呢 非常非常多 影片的長度也有點長 所以我就準備了這個 講稿啊 你看滿滿的三頁的講稿 滿滿三頁的講稿 那到時候呢影片我也會上章節 讓大家方便去選取自己想看的部分 那看到我這麼用心的分賞 先幫我按個讚 訂個月 開啟小鈴鐺 不一定要分享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就好 不要錯過任何我的影片好不好 好 幫我按一下 左下角的訂閱 左下角訂閱按了吼 好 那我們影片要開始囉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要改避震器 那全殼條的避震器通常有的功能就是 預載殼條 它可以去轉你的彈簧 還有 深壓側殼條 就是可以去調你的阻尼 好 那在更高階的避震器呢 就是在把你的阻尼分為高低速阻尼 也就是說深壓側高低速 總共會有四個調整的旋鈕可以去調整 那基本上呢 這邊我幫大家歸類了 兩個觀念 兩個邏輯好不好 壓側子阻尼是決定你 整支避震器的調性 也就是說你是 是通勤設定 還是 運動設定 好 那通勤設定跟運動設定很明顯的就是 一個是 騎起來會比較軟 比較Q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比較硬啦 那比較硬就是比較有支撐性 可以讓你過彎呢 是有支撐性的 然後讓你中殺的時候不會觸底 那這個就是比較運動化的調整 那 深側阻尼是 決定你的路感 為什麼這樣講呢 以原廠避震器來講好了 原廠避震器的回彈 通常是比較快 那 回彈比較快的避震器呢 其實是偏舒適的哦 因為你會發現 偏舒適的避震器 你去 大力的胚彎 大力的轉油門 這樣去過彎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會晃 它會晃 它會吸不住地面 那 就代表這組避震器是 通勤舒適設定 它其實不適合運動哦 那運動化的設定呢 它的阻尼會比較慢 比較慢 路感會比較好 所以為什麼說 回彈阻尼是決定你的路感 它是決定你路感清晰或者是模糊 模糊就是你覺得 你覺得騎車 開車開起來會有點像 開船的感覺 像開船的感覺 那當然就是模糊啦 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 原廠的避震器 你在經過一些小窟窿 其實你根本完全沒感覺 為什麼 因為 你的下壓 既轉 你可以用很多行程去吸收它 然後你回彈的時候呢 又很快速 比如說你可以很快地復位 那一組舒適的通勤避震器 通常就是這個樣子的調性哦 那既然講到深壓側 我們就來講到第二點啦 第二點就是 深壓側阻尼的干涉 那深壓側阻尼是怎麼樣去干涉呢 簡單來說呢 就是 就是 當你壓側 調印的時候 你固定深側哦 好 簡單來說 當你今天固定深側的時候 我們深側不要去動 我們單調壓側就好 我們把壓側調印 你會發現 你回彈的速度會變快哦 然後 當你把你的壓側 調快的時候 你的深側就又會變慢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現象呢 我自己的理解啦 壓側的阻尼孔 跟回彈的阻尼孔 是各有一個阻尼孔 然後 當你深側的阻尼 我們假設深側的阻尼 深側的阻尼回油孔在下面好了 那壓側的回油阻尼孔在上面 那我們今天壓側的阻尼孔 如果原本長這樣 然後我用三隻手指頭當作 一開始初始設定的油量哦 初始設定的油量下去 你所有的油下 你很多的油下去 然後 然後 你要回來的時候 你看 變止聲音跟手指頭耶 那是不是就變 就是 你的回彈阻尼初始設定是比較慢的 對不對 那今天 當你把 當你把你的下壓阻尼孔 縮小 也就是說 你避震器變硬 變硬的時候 你是不是 下去的油 就變少了 下去的油變少 下壓就會變硬 下壓就會變硬 因為你有更多的阻力讓油不要下去 這就是變硬的原因 變小的油量相較於原本的深側阻尼孔 你看 原本的深側阻尼孔 是不是 你少量的油過去 你深側不要動 對應原本深側阻尼孔的大小 是不是就變快了 是不是就變快了 就是說 我今天三根一起擠上來 它會有阻 它會 我今天三根一起 我今天三根手指頭一起擠上來 是不是有阻力 那回彈就是變慢 那我今天下壓的油量已經變少了 油量變少了 你一樣通過同樣阻尼孔 你阻力變小了 是不是回彈就變快了 對 那這個就是深壓測去 互相干涉的原理啦 那這是我自己的理解啦 那 如果有錯 請在下方幫我糾正一下 好不好 感謝 好 那 調阻尼 調阻尼 阻尼會不會有 調過頭的狀況 一定會有的嘛 所以我們第三點就要來講 阻尼調過頭的狀況 那深壓測兩個功能嘛 那加上 過 過慢跟過快有兩個功能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 四種狀況 壓測過慢過快 深測過慢過快 我們一樣先來聊壓測 壓測過慢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答案就是 對 死硬會是什麼感受呢 你會感覺到你的避震器 你的牽插 一直手把被頂到的感覺 手把一直打你 手把一直打你的手掌心 這就是死硬 然後 屁股呢 你會一直感受到 非常 明顯的 癲的狀況 很癲 屁股很癲 那就是死硬 如果是後避震的話 就是屁股撞擊感很大 好 那這就是壓測過慢的狀況 那壓測過快呢 會有什麼狀況 壓測過快的狀況呢 就是當你的阻尼尿 下去的很快 下去的很快 避震器就是下壓很快嘛 下壓很快相當於 它就沒有支撐型了 沒有支撐型就容易 觸底 沒有支撐型就容易 觸底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去分辨說 你是壓測過硬的狀道 還是觸底的狀道呢 這邊教各位一個 辨別的方式 當你壓下去的瞬間 你感受到打手的感覺 那就是你的下壓初始是慢的 是過慢的狀況 那當你今天是觸底撞到 觸底去撞到空一聲的那種硬的感覺呢 就是你感受到 你壓下去的時候 你的前叉作動了非常多的行程 下潛了非常多 然後才被撞到擠上來 才被撞到擠上來 那這個就是觸底去撞到的感覺啊 好 那接下來講 深側阻尼 深側阻尼過快 會有什麼狀況 深側阻尼過快的狀況呢 答案就是 跳 它很彈 很跳 因為它回彈的速度太快了 它回彈速度快到 快到你覺得你的車頭是一直在這樣晃動的 同時你也會看到你的車燈呢 是一直上下搖 搖擺幅度非常的大 激速經過的時候 你感覺到你的手把在彈 在跳 高速經過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在晃 晃是什麼 就是 它一般來講 避震器 好的避震器設定 回來一次就好 可是如果你在晃呢 你在晃是不是回來兩次 回來兩次 會晃 會晃 你的阻尼抓不住 會晃 回彈阻尼抓不住你的避震器 它會晃 那就是不安定 那這個就是 回彈阻尼過快的狀況 那當你回彈阻尼過快 然後你的避震器 又是比較運動的狀況 你就會感覺到 避震器是往下彈 你去經過一個下凹路面 它會先用力的往下彈 你會感覺到 你變成往下伸張的速度很快 動 往下伸張的速度 往下伸張的速度很快 這樣動 它會先伸張 會先伸張 這樣動 那它在經過突起路面的時候呢 會感覺到跳 然後你在經過一些下凹路面啊 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你的避震器已經先往下彈了 可是先往下彈的力道非常大 這個要細心去感受 因為深側我覺得是避震器調教裡面 最複雜的 最複雜的一個功能 更別說高低速 又再多了一個調整的旋鈕 一個調整的行程可以去管控 那接下來就是深側阻尼過慢的狀況啦 那深側阻尼過慢的狀況會有什麼呢 就是你的路感呢 過於的清晰 導致你的避震器沒辦法 連續的吸收震盪 為什麼 因為當你的避震器回彈過慢 它沒辦法及時回復到 它平常行駛該有的行程 那它的避震器就 那你的避震器就會一直往下壓 那到最後呢 就會觸底 觸底頂到再彈回來 那這樣子 你就會感受到另類的 硬了 就會又感受到那種 觸底的硬 那通常一般人看到這個觸底 會以為說 一定是我的下壓調整不夠 壓側就再繼續加強 讓它變得更硬 那這樣其實會變得越來越不舒適 那基本上遇到 你覺得說路感很奇怪 或者是說 你的車頭好像該回來的時候不回來 或是你停紅燈急殺 殺下去之後 奇怪 我必須要自己把避震器拉回來的狀況 你必須要自己把前叉拉回來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你的避震器有可能是回彈 深側過慢了 那你看到一些高階的避震器 不管是前叉還是後避震 它就增加了高低速可調的功能 那這裡我們就要聊到 第四點高低速阻尼的核心延伸 前面已經講到 一般深壓測是壓測決定你的整體調性 深側決定你的路感了 對不對 我認為 我先說 我認為 這是我的想法 我自己得出來的結論 那你要不要信 隨便你們 對 那我得出來的結論 我對於高低速避震器得出來的結論 就是低速壓測決定你的整體調性 高速的深側決定你的整體路感 為什麼 首先 你避震器剛壓下去的時候 是不是會先經過上面的行程 踩到下面的行程 我們先來聊下壓 也就是說 高速組你是什麼時候作動 是不是下壓行程過多 避震器低速壓測沒辦法支撐的時候 高速壓測就會打開 當你前面避震器用的行程過多的時候 高速壓測 高速壓測就會打開 這邊是 我們先假設 這邊是低速作動的行程 然後這邊是高速作動的行程 你低速不夠支撐的時候 高速就會打開 所以 你一開始會先遇到的 感受其實是來自於 低速的壓測 你一開始會感受到的 先是低速的壓測 接下來才會是高速的壓測 低速的壓測感受到 才會是高速的壓測 這樣 低速的壓測感受到 才會是高速的壓測 所以為什麼我說 低速的壓測先來決定你整體的支撐性 好 那回彈 深測呢 壓下去之後 回來 回來的瞬間 大家知道彈簧或是下鼻精 回彈的時候是不是 一開始的出速是最快的 當你出速最快的時候 它的力道是不是有可能頂開你的高速的回彈油道 對 那其實經過我的測試啦 當我在調整高速油道 我不去調低速的油道的時候 那我就發現說 欸 調高速的油道 整體 連低速的感覺好像都有點變慢了 就是你剛開始回彈的這樣子 這一個狀況是變慢的 那是不是高速也在下面 高速油道在下面 高速油道在下面 先彈回來 先彈回來 這樣子 你開始避震器壓縮 假設我們這樣避震器壓縮對不對 先彈回來 高速先彈回來才經過低速 高速先彈回來才經過低速 那這是我去反覆實驗得出來的結論啦 那可能別人有不同的想法 也不一定 那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是分享一些想法 因為只要挑的好 那就是好的思路 你避震器調的舒服 符合你的設定 那就是一個好的調教 好 避震器具體要怎麼去調整呢 一般來講會有兩種用戶 第一種用戶 我今天要的是 舒適的調整 我要都市騎起來非常舒適 可以應付非常多的狀況 大部分市區那種坑坑坑坑坑坑油的狀況 你在台灣的路這麼爛 都市的路這麼爛 然後政府又不修路 或者是整天在那邊挖馬路 平的路面都被他挖到坑坑挖挖的 那你在市區通勤慢慢騎的狀況 或是巡航一定速度巡航的狀況下 中低速巡航的狀況下 你就會需要的是舒適的調整方向 我們來講舒適的路線 舒適的路線呢 基本上就是壓側偏軟 然後你的身側是稍快的 那它的路感呢 就會變得比較模糊啦 也就是說你行事起來就是非常舒服 那這種設定呢 適合慢慢騎車的人 也就是通勤族群啦 就是你平常可能不會去跑山 然後你的行車模式是非常溫和的人 就適合這種舒適的設定 那它的優點呢 當然就是通勤巡航非常的舒服 大小坑洞都可以通吃啦 只要你不是非常高速的去衝撞 基本上你的避震器都是不太會觸底的 OK 那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用一個舒適的設定去跑山吧 對不對 那這裡就講到舒適設定的缺點了 舒適設定的缺點就是它沒辦法去激烈抄架 就是你可能 重砂入彎你在補油 補油要出彎的那一瞬間 你的車子是會晃的 甚至你在彎中壓到一些東西 因為回彈快 所以過彎車子就晃不穩定 不夠貼地飛行 然後你想要重砂入彎又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會觸底 觸底容易怎麼樣 翻車 所以舒適通勤的設定 我是不建議拿去跑山啦 當然我也不相信有人會拿舒適通勤設定 去用力的跑山 這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件事情 那這裡我們就要來聊 可以讓你安全跑山的設定啦 就是運動化設定 運動化設定呢 基本上就是 壓側是偏硬的 讓它有支撐性 然後 身側是偏慢的 讓它吸得住地面 讓你的車子不要過度的晃動 那它的路感呢 就會是比較清晰的 你可以非常明顯的感受到 你的每一個路面狀況 每一個坑洞 每一個凸起 對 那它是適合 騎快的人 為什麼 你騎快很快的速度壓過去 基本上你避震器其實 你避震器又硬 那它作動型其實是非常短的啦 那基本上 你快速的壓過去 你並不會感受到 不舒服 對 也是這種設定是適合騎快的人 那優點呢 當然就是過彎縱滑不會晃啦 然後貼地非常讓你很有安全感 但是呢缺點就是 你在低速壓過一些坑洞 比如說人孔蓋 然後那個 柏油可能有凹凸不平 你低速行進這些顛破路面的時候 會感覺你的手感特別的強烈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避震器很硬打手的感覺啦 或者是頂屁股的感覺啦 屁股感覺就是很硬 不舒服 那這個就是避震器 運動化的設定在低速行駛 會感覺到路感比較清晰比較硬啦 那這邊講到的兩種設定就是 兩種極端化啦 非常運動或者是非常舒適 就是這兩種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 怎麼調整 你調整的順序應該要怎麼做呢 那大家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調整的順序就是 去設定你的SEG SEG就是御宅值 也就是說 你避震器升壓車全部不要調 你全部放到 你全部開到0 你全部放到最開 開到0 就是初始設定送來 全部是0格的狀況 你坐上去 它總共下壓多少 總共下壓多少 通常行駛在一般柏油路的 避震器 它的預載值呢 通常是 總行程的10%到20% 10%基本上就是比較偏運動 20%就是偏 很舒服 對 如果你是越野那就不一樣 越野的行程是更長的 因為前叉也特別長 那越野在這方面就不適用 那接下來呢 請你先去感受 原始的狀況 也就是 你剛裝好避震器 你調整好你的御宅值 之後呢 你的所有阻尼都不要開 對 你阻尼都不要開 你先去感受前叉 給你的感覺 會不會什麼 很跳啊 或者是 很硬啊 或者是 很軟啊 你順便可以觀察說 你現在這個 你的御宅值 下去 會不會觸底 什麼的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先把所有的旋鈕 調整到 中間的範圍 中間的範圍 比如說你30格 壓側30格 你就調到15格 對 諸如此類的 然後你去 感覺 會不會過硬 壓東西會不會過硬 然後回彈會不會過慢啊 或是過快啊 然後會不會很癲啊 幹嘛的 哪邊不夠 你就調哪邊 然後呢 建議你先 三格三格的調 當你調到 好像很接近喔 我就換成兩個兩個 或者是一個一個的調 因為有時候 差一個 可能就 體感會差很多 它回彈的速度 可能就會差很多 這個全部都是 壓力的問題 為什麼 大家要知道 你今天看一個大氣壓力好了 它是不是一個曲線 曲線成長的東西 壓力值是一個曲線成長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當你去計算壓力的時候啊 你是以面積去計算 面積就是 因為你今天面積的概念就是 會有一個 平方的值在那邊嘛 比如說長成寬 對不對 比如說圓形 那可能就是 半徑乘以半徑乘以3.14 那這個大家 國小 國高中都有學過的東西 那你就要知道說 壓力值是曲線成長 OK 所以 為什麼有時候調一格會差很多 那你這個時候 你就要去 注意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你調到 你想要的感覺了 趕快先記下來 你覺得 跟你要的感覺很像 趕快記下來 筆記 手機那個備忘錄拿出來 趕快記 高低速 升壓測多少格 這樣子 然後呢 你再去分析 比對 跟總格數的比例 比如說 30格我開10格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狀況 喔 它騎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喔 20格我開3格 喔 騎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去分析 當下的狀況是怎麼樣 喔 原來這個樣子的調法 是這種感覺 你去分析 OK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聊 你會遇到的路面啦 你會遇到什麼路面呢 那這裡就是講 可能會讓你在調教中 感覺到 感覺到很騷腦 你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路面 那有看我上一部調整避震器的 實錄影片 大概就知道我會講什麼東西啦 好 首先 我們要來講 柏油閒接面 那是不是就會有一個拼接的狀況 對 那基本上壓路機 都已經把它壓得很扁了啦 所以這個時候 你調整的目標 要以最小的行程去做一個調整 不跳不晃 不會讓你有過多的路感去做一個目標 那接下來你會遇到的就是 小坑洞啦 小坑洞在上一部影片也是有講的 基本上就是 你要確保你的避震器 順著坑洞的邊緣下去 你只要確保你的避震器 在你當時行程的速度是 順著坑洞的邊緣下去 順著坑洞的邊緣下去的話 那你壓過坑洞的時候就會舒服啦 當然壓過小坑洞 可能會有那種極小的坑洞 你可能 避震器經過 因為你速度很快 避震器也來不及往下彈 直接行程到 又是平的路面 那當然 這個時候你也不會有感覺 明顯 下凹的小坑洞 你知道 你的輪胎一定會整顆進去的坑洞 這裡講的是 這個形式的小坑洞 OK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在都市最常遇到的 人孔蓋 人孔蓋就有分 凸起的人孔蓋 跟凹下去的人孔蓋 好 那凸起的人孔蓋 現在就是要去注意你的壓側 對 注意你的壓側 因為你如果太硬 你壓上去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打手 對 那如果你太軟 壓上去就容易觸底 對 好 那下凹的 當然就跟我們遇到的小坑洞 狀況是一樣的 要去注意你的深側 所以它不要過快 不要過慢 可以順著下去 甚至是可能一點點路感 一點點路感 也沒關係 基本上一點點路感 就是讓你可以知道路況 所以你騎車你知道路況 知道路面的狀況 你就會比較安心一點 OK 好 以上的路面呢 皆需要注意你的行駛速度 因為你的行駛速度不同 你要調整的隔速 或者是低速壓側 或高速壓側 可能就會有差別 所以你要去注意 所以你現在調整是要針對 高速經過這些路面 還是低速經過這些路面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 調整的重點 調整的重點呢 就是你先設定好一種模式 也就是說 要嘛你先設定舒適 或者是先設定運動 你先設定好一種模式 你再來設定別的模式的格數 這個樣子才不會讓你感覺到混亂 比如說你今天 剛好要跑山 你就去抓一個跑山的設定 寄下來 寄好之後 如果你覺得 你現在的設定 經過失去的時候 那些爛路 你會覺得說 好跳喔 好癲好硬喔 沒辦法吸收那些坑洞 你再去做一個 都市騎乘通勤 舒服的 慢慢騎的一個設定 好 好 那當你從運動模式要調到舒適模式的時候 你可能不只是要調你的壓側喔 就像我剛開始提的 深壓側會互相影響 如果你今天要舒適 可能不只是要放軟你的壓側 你可能也要調快你的回彈喔 不然你的回彈會變得更慢喔 好 那接下來有前避震 就有後避震 我們就要來聊倒數第二個重點 前後避震要怎麼樣同調呢 基本上很簡單 你去找一個 減速條 減速條就是那個白色一條一條一條的那個 那個就是減速條 你直接壓過去 你就馬上能知道說 你的車頭跟車尾的狀況 那怎麼樣去辨別車頭跟車尾的狀況呢 你騎車的時候是不是這個樣子 假設你今天是騎速克達好 跟我一樣騎速克達 那手呢 跟腳尖感受到的就是來自前避震的震動 然後你的屁股 你的屁股跟腳後跟的彈跳 就是來自於後避震的震動啦 那基本上 你去經過一個減速條 你就知道你前避震後避震是不是一樣硬 或者是說回彈是不是一樣快 或者是一樣慢 基本上 如果你前避震 你覺得很舒服壓過去沒感覺 然後後避震壓過去 奇怪好癲喔 那個時候你就要去判斷是 你的後避震過硬 還是你的後避震回彈過慢 導致路感過於清晰了 OK 那最後就要來聊我的設定啦 好 這邊我會直接給一個截圖 就是我的設定值 我總共有三種設定 分別是全跑山非常運動的設定 中間值 中間值就是跑山跟通勤都可以 然後接下來是全通勤的設定 全通勤的設定 我這邊有三種設定 好 我們看到運動化的設定 運動化的設定 你會看到我的低速的壓側 是條比較多的 你看來到了17格 然後高速的壓側是16格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它整隻都很硬 我要它重殺入彎 下坡入彎不容易觸底 對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的低速條很多 高速也條很多 那這個就是非常非常運動化的設定啦 然後我們來看深側 深側呢低速回彈是12 然後高速回彈是9 低速回彈12 高速回彈是9 為什麼呢 那低速回彈為什麼是12 你看 總共22格 我用了12格 我超過一半了 就是我要讓我 再經過一些小坑洞 或者是起伏比較小的路面的時候 我要讓我的路感是比較偏清晰的 然後高速28格我用了9格 也就是說比例上這個高速的回彈是比較快 比較快的狀況下 就是為了應付那些突然壓進去的小更洞 你高速壓進去的小更洞 你要讓你的避震器是很服貼的 輪胎也快速的跟著坑洞的弧面下去 那你的高速就要稍微調快一點啦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舒適設定 我們先看舒適設定嘛 我們先看兩個極端 舒適設定呢 你看我的低速是14格 低速14格 然後高速是10格 也就是說 我的壓側呢 都各減少了一些 讓它整體是變得偏軟 偏軟的狀況 然後我的深側阻尼 低速深側阻尼是5 然後高速阻尼是4 高速深側是4 你去比較那個比例喔 低速22格用5格 回彈很快對不對 然後高速28格用4格 喔這個比剛剛的回彈 喔又再更快了 那基本上這種設定就是 你可能 市區5、60甚至70 這種中低速的騎乘 你就壓過冷孔蓋 顛破路面啊 或是薄油破碎的地方 都是非常舒服的 可是這個設定呢 因為 回彈快它會晃 然後 壓側又都比較少 那就容易觸底 那我嘗試用過這個舒適的設定 去跑山非常的晃 然後過彎非常的不穩定 我完全不敢直接 壓進去那個彎喔 好 那最後呢 是我最近 前幾天抓到的一個設定 就是 跑山很舒服 你在市區壓過一些坑洞 也是很舒服的設定 你會看到我的低速壓側呢 剛好是在中間 低速壓側總共28格嘛 我用了14格 然後高速壓側 我用了34格 我用了15格 基本上喔 都是在中間值 然後 你會發現我的低速壓側比 我的低速壓側是 偏舒適而設定 我用高速壓側來加強 讓它不要觸底 基本上呢 它的避震器啊 會剩大概 0.5公分 快要觸底 又不會觸底的狀況 那這個樣子 基本上就是 跑山通勤兩相宜 好 我們來看深側阻尼 深側阻尼回彈喔 這個低速呢 跟舒適 也是沒差多少 就是6 大概是6格 只比那個舒適設定多1格 慢一點點 對慢一點點 稍微 讓你經過平緩路面的時候 會有 一點點路感 如果你在對比 運動設定 從12格到6格 就直接砍半 從運動設定直接砍半 我的回彈是接近於 舒適設定的 好 然後看高速 你看高速阻尼反而 變慢了 為什麼 高速阻尼反而 我調的比較慢 11格 比運動再更慢一點 那基本上呢 這種調法就是因為 呃 我的低速回彈 本身是比較快的 可是 當你在舒適設定的時候 高速阻尼是比較快回來的話 你會感覺到高速行駛會跳 高速行駛會跳 因為它彈得太快了 會跳 所以這部分呢 我就是 比運動設定的高速阻尼呢 又還要再慢了 兩格 就兩格 對 你會看到 運動設定的阻尼 到 舒適設定的阻尼 然後再從 舒適設定的阻尼 往回推 到我要的 動靜皆宜的 避震器設定 好 那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 我去設定的一個思路啦 就是說 我 要舒服 可是 我又不想要 一開始彈回來的時候 太快 因為高速阻尼 你一開始彈回來太快 你的低速阻尼 本身就已經 已經很快了 那一定會往上彈喔 往上彈 基本上就是 你會感受到 避震器彈回來 彈回來來打你的手 啊 那個跟死硬又不太一樣 那個跟避震器太硬的死硬的打手 又不太一樣 你會感覺到 你的前避震是在跳 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放慢了 我的高速回彈 好啦 以上就是 今天的影片內容 相信各位看完都非常的了解 要怎麼去調整 你的避震器 相信各位也會變成一位 避震器調教大師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看了這部影片 覺得對你有幫助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好不好 那之後我也會為大家帶來更多的評測影片啦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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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